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排骨最家常最好吃的做法 排骨里加入两勺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淀粉能去除里面的血水 然后加入清水多清洗几遍,清洗干净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片放入盘中 一根大葱切成段放入盘中 几个大蒜切成片放入盘中 热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倒入排骨 把排骨的水分炒干 排骨炒至发白 加入料酒 再加入葱姜蛋炒出香味 然后再加入温水煮开 煮开以后把它倒入砂锅中 里面加入一个葱姜 蚝油 老抽 盖上盖子 小火炖20分钟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扇台切成段放入盘中 这是我提前泡好的木耳 将提前泡好的香菇切成块放入碗中 锅中倒入泡好的木耳 倒入香菇 再倒入蒜苔 一勺白糖 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翻翻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再炖五分钟 时间到 排骨已经熟了 特别的香 排骨这样做 非常的软淡入味 非常的不错 配菜吸足了 里面的汤汁也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你会让你熟了吗 好 我可以让你熟了吗 好